新赛季有不少人放话要抢戴茨颖的世界球后宝座 世界排名第三的印度一截也是挑战者之一 今年两人首度交手在印度超级联赛 两人熬战三局耗费41分钟 小戴因15过多以11比15 15比10 12比15落败 吞下手败代表球队也输球 戴茨颖代表爱哈迈达巴格粉碎大师 担任第二点出战由新度领军的青奶破坏者 此一首局小戴虽先拉开7比2的领先 但反手拍的非受迫性失误高达7次 因此在后段被反超 此连赛首度输掉一局 次局小戴回稳失误降低 最后一波更打出5比0的攻势 要回第二局决胜局 一开始小戴虽已三分落后 但马上追平并超前 双方开始陷入僵持 新度靠着主场球迷的助威下 率先来到14点12分 关键一球 小戴回发球挂网 吞下此连赛首败 小戴前三亿都轻松取胜 皆花费不到半小时就而落二轻取对手 今天遇上新度熬战三局 更耗费41分钟 最终落败 显示新度今年挑战球后宝座来是汹汹 不过两人生涯对战记录 还是小戴以八胜四复战上风